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三十集夜 故事开始,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小镇巴罗位于北极基地的圈内 这里每年有三十天的集夜 在这三十天里,小镇的居民将忍受漫长的黑夜才能重见光明 不过这里的居民早就已经习惯 大部分的本地人都会提前准备好吃的和喝的 然后暖暖和和的待在家里看看电影,听听音乐 而不喜欢黑暗的居民,他们会搬到别的城市待上一个月 然后等集夜过去再回来 而我们的女主就是这一群人中的一员 不过女主这次离开也并不是害怕黑暗 而是决定和我们的男主分手 男主是巴罗小镇的警察 平时整天忙于工作,对女主难免有些冷落 两人为此闹得很不愉快 不过这也不怪男主 小镇最近确实有些不太平 先是小镇所有的卫星通讯电话 不知被什么人烧焦后扔到了湖里 还有就是小镇所有的雪橇犬 居然在一夜之间全部死亡 死状极其恐怖 就像是被某种不知名的野兽袭击过 男主最近在处理这些案子 被搞得有些焦头烂额 画面一转,集夜来临前的最后一天 女主正开车往机场跑 不料却半路出了车祸 幸运的是人没有事 但车却报废了 没办法,女主只好选择了留下 继续面对自己忙碌的男友 时间来到了集夜的第一天 小镇的酒吧突然来了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 我们就叫他西里哥 西里哥一来,不要酒 只要了一块生肉 除此之外就一句话都不说 这很明显就是来找茬的 男主闻讯赶来 盘问西里哥从哪里来 但西里哥还是什么也不说 只说他们很快就要来了 他们会带自己走 而小镇上的人都得死 西里哥说完后就开始在酒吧里打杂抢 男主一个不小心也差点被他给撂倒 还好此时女主赶来 掏出枪控制住了西里哥 然后和男主一起将他扭送到警察局关了起来 但两人刚走出警局就遭遇了停电 整个小镇一下子就陷入了黑暗 画面一转小镇气象站的白发叔正在值班 忽然听到门外有动静 走出去查看 却突然被一伙来历不明的家伙袭击和撕咬 最后还被拽下了脑袋 接着这群家伙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原来他们是一群恐怖的吸血鬼 他们皮肤甚白且溃烂 满嘴都是沾满血的尖牙 涛哥认为这才是吸血鬼应该有的模样 而不是目光之城里帅哥的模样 随后吸血鬼首领光头怪正式发布命令要学习巴罗镇 他们开始疯狂的攻击小镇的居民 这群家伙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智商不亚于人类 很快小镇就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 而那个本以为吸血鬼会放过自己的西里哥 也被撕下了脑袋 居民们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幸存的大部分居民很快聚集在离警局不远的房子里 开始商量对策 接着男主提出此地不宜久留 他知道小镇中心有一栋房子 那里有一个坚固的阁楼 大家可以躲在那里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男主决定先去探一探路 女主担心男友的安全也要一同前去 谁知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大批吸血鬼的袭击 幸亏邻居造书开着装载机赶来救下了男女主 同时也把这群吸血鬼引向了远处 而其他人也趁着这个机会赶到了阁楼躲了起来 这里确实很安全 但几天过去了这里的食物含有水越来越少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众人趁着一次大风雪悄悄地走出了阁楼 他们迅速来到了另一条街道上的便利店 带走了大量的食物水和药品 大家的速度都很快也很安静 但这时旁边的货架下突然传来了一声动静 众人赶过去查看 发现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可当小女孩一回头 众人惊呆了 原来小女孩已经被咬成了吸血鬼 小女孩疯狂地冲向了众人 但大家却不忍心下手 关键时候 还是男女主把小女孩按在了墙上 最终男主的弟弟小帅颤颤巍巍地拿着斧子劈死了小女孩 冷静下来后 大家明白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男主那样的伸手 所以除了将吸血鬼爆头 还得想其他的办法 这时有人提出吸血鬼怕太阳 而且他们在行凶前切断了电源 说明吸血鬼怕居民想到模拟阳光对付他们 所以可以用紫外线灯模拟太阳的存在 小镇居民海伦的家 正好有自备电源的紫外线日照灯 但离这里比较远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勇敢的人 跑去海伦的家拿紫外线灯 当然这个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了男主的身上 接着男主打开了房门 拿着武器冲了出去 他一路大喊大叫 吸引了大量的吸血鬼追赶 其他人则趁机逃了出来 男主最终跑赢了吸血鬼 闯入了海伦的家 拿到了紫外线日照灯 这时一个女吸血鬼闯了进来 在危急时刻 男主打开了灯光 女吸血鬼瞬间灰飞烟灭 看来这招果然管用 见到女伴死去 吸血鬼首领光头怪恼羞沉怒 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 这时又是造叔 驾驶着装载机赶到 一路横冲直撞 对着吸血鬼来回碾压 吸血鬼们损失惨重 但对方人数实在是太多 最终造叔为了救大伙 引爆了炸药 和大量的吸血鬼同归于尽 就这样大家安全地度过了29天的时间 过了今晚 等太阳升起来 大家就安全了 不过这个道理 吸血鬼们怎么会不知道 他们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反扑 所有吸血鬼在光头怪的带领下 在小镇的各个街道上 房屋上撒满了汽油 他们要一把火烧掉这个小镇 这样吸血鬼的秘密 就永远不会泄露 面对着这一屋子的老弱病残 男主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将吸血鬼的血液注射到了自己的体内 因为在注射血液后的一两个小时 人是不会丧失理智 但身体会变得和吸血鬼一样强壮 男主就是要利用这个时间干掉剩余的吸血鬼 接着门打开 我们的英雄男主冲了出去 和以光头怪为首的吸血鬼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最终男主干掉了吸血鬼首领光头怪 而其他吸血鬼一见群龙无首都纷纷地逃离了 影片的最后天亮了 太阳慢慢地升起 小镇也安全了 男主不想让自己变成吸血鬼 就和女友来到了第一次约会的海边 躺在女友的怀里 男主慢慢地化成了灰烬 故事到此结束 本片是近些年难得的恐怖片佳作 虽然片长近两个小时 但一点都不拖沓 吸血鬼攻击人类的场景也刻画得很好 恐怖的氛围也很浓 确实值得一看 但是部分的原因导致涛哥剪辑上不能给大家完全的呈现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原片 而且明天涛哥会为大家带来三十集夜的续集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